講的是口頭諮詢 不好意思喔 請你尊重人家發言好不好 我每次在講話你插什麼話 沒有 你在講話 我也不是在插話嗎 再來再來 快點 我提案的跟你說明講 好 院長我有說錯嗎 根本不尊重人 趕快離開 因為我剛才看到這個東西 我不知道今天要協商這個 所以我們也跟黨團成員討論 請院長見諒 我們黨團內的民主 我還是要尊重 我可能帶回去跟大家討論 第二個事情是說 這到底要透過協商結論 還是要透過意識規則的修改 我是認為院長或許 可能要再想一下 因為這個協商結論的本身 你在執行層面上 馬上會出現很多問題 什麼叫馬上會出現很多問題 你認定的基準時點是什麼時候 所謂認定的基準時點是 順序一排出來了以後 那個時間點就要確定嗎 那如果接下來有四五個人 全部都改書面質詢 那所以我們現在的規則是 接下來五個改書面質詢的時候 那議場要要怎麼辦呢 基準時點很重要喔 因為有 是口頭之詢 不好意思喔 請你尊重人家發言好不好 我每次在講話你插什麼話 沒有 你在講話 我有在插話嗎 我再來再來 快點快點快點 我提案了 跟你說明一下 好 院長 我有說錯嗎 幹什麼不尊重人 趕快離開 趕快離開 總長 那既然 沒關係我繼續 大家齁 還是要把體育 和緩一點 我提案了 我當然要補充說明一下 總長沒關係 好